中文字幕——YK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的特别节目 我国有2.1亿中小学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 在全国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事故中 首当其冲就是溺水 其次是交通事故 自然在海 高空坠落 其中绝大部分事故 是可以通过密防来避免的 所以今天的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特别节目 我们将关注近年来事故频发的中小学生高空坠落问题 好 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同学们老师们 以及家长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教育部委托湖南卫视制作的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特别节目 大家好 我是刘烨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 如何来预防青少年儿童高空坠落的危险 那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 是如何来看待高空坠落危险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调查 大家好 我是球职实验员球球 广大中小学生是如何看待高空坠落的问题的呢 今天球球就要来调查咯 你是女生还是男生 你会出学吗 你是国发没 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宇宙中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你是女生还是男生 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智能机器人球球 今天我想问你们几个关于高空坠落的问题 但是你们太热情了 把我几个都喘不过气来了 所以请同学们依次排队来回答问题好吗 好 你平时放学都爱去哪些地方玩 到小区里玩 家里 去江边玩 大时候 篮球场 跟妈妈打羽毛球 三十楼的楼顶 楼顶 楼顶 楼顶上的羊羹 窗团 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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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天台上面玩捉蜜蜜 你爬过家里的窗户孤栏吗 爬过 爬过 没有 爬过 爬过 没有 爬过 爬过 没有 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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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集中在楼底的天台和房间内的窗户 两百名学生中有六十七名同学经常在天台玩耍 大十三名同学停在经常爬窗的行为 通过这个调查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对于高空坠落的危险还是缺乏正确的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将从导致孩子们高空坠落的事故原因开始 对症下药防范于未然 首先我们来看看导致中小学生高空坠落的主要危险行为有哪些呢 动画片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惊喜 还有刺激 但对于动画片里夸张的危险动作 孩子们并不清楚后果的严重性 这个有意思 是哪儿 终于找到了 大伞 带我飞吧 维维 你在干嘛 跳伞 跳伞 谁教你的 画片你怎么教的 动画片 你给我打住 你知道你如果真要跳下去 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就在今年三月四日 新疆五岁女童在家中看动画片 过了一会儿想出门去找爸妈 就学着动画片的样子 抓着一把撑开的雨伞 从十一楼的阳台上飞了下去 结果坠落在四层的平台上 全身多处重伤 而深圳一女童则在爸爸的单位 举着一把雨伞从六楼跳下来 重重地砸在地上 2016年12月5日 江苏常州的六岁女童 学着动画片里的动作 搬出自家窗户 爬阳台外的下水管 结果从五楼高空坠落 摔成重伤 像在动作片 以及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呢 经常会有高空坠落的情节 这也引发了青少年 对于未知高空的好奇 当然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呢 是不可以磨灭的 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 我们家长和老师 做出正确的引导和相应的安全教育了 首先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高空坠落 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今天呢 要在在座的所有的小朋友当中 选择三名小朋友 来接受我们的危险体验教育 为了保证实验的绝对安全 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头盔 互吸互肘 在地面上铺上了厚厚的海绵垫 并且每个缆绳 由两名安全员专门看护 这是三套安全护具 稍后三位体验者将进行穿戴 好的 我在这么多小朋友当中呢 选择了三位特别有勇气的小朋友 你们知道今天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 请大家抬头看上面 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子呢 就是一整套的威亚系统 那我们在影视剧当中 看过那些上天入地跳楼的特技 其实呢都是通过这个来完成的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朋友就要一一的上去体验 深到八米的高空 然后再垂直坠落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呢 我家猪三二十成我不怕 我从木工钢 我不怕 好 三位小朋友都特别有底气 我想问一下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接下来让实验开始吧 3 2 1 咳 1 1 2 3 4 2 1 3 2 2 1 3 2 1 3 2 3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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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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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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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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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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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来来来 你们再靠近一点呀 这样看不到的 哎呀 今天太危险了 不会有危险的 我经常这样子做 你看我 是让它这样撑着看下面的 哎 快看 怪星人入侵地球了 准备大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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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在挑战极限 快 闪开 就在今年的三月十一日 安徽楚州的两名男童在天台玩耍时 从17楼的天台坠下不进身亡 而在江苏常州 两名男童在25楼天台玩游戏 其中一名男孩在同伴下楼后 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不幸身亡 青少年儿童发生坠王事故呢 大多数是因为小朋友喜欢去到 高而危险的地方玩耍 比如说天台 我想问一下我们站着的小朋友 你们有去过天台玩耍吗 请举手 去过的请举手 哎 还是有不少小朋友去过天台 不知道他们的家长 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你们家小孩爱去天台上面玩吗 不是很喜欢去 他平时也经常会去天台上去玩 偶尔会去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天台 是不是会上锁 不会上锁 不上锁 那不会上锁 那你有担心你的小孩 有这个高峰出落的危险吗 很担心啊 因为怕到小孩子必须爱他玩吧 怕他翻过去啊 我们现在那小区的楼顶的天台 还挺高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上楼晒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大人上去 都到了脖子这个地方 为了预防孩子去到天台 以及高而危险的地方呢 我们的家长就必须多关心 关心自己的孩子 反复地叮嘱 以及给他们关书安全意识 不要怕麻烦 也不要怕啰嗦 因为一旦坠亡事故发生 后果十分严重 死亡率极高 接下来就让我们高峰坠落的 危害实验升级 大家看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呢 一个西瓜 戴着一个安全帽 那我身后呢 是一个高达40米的云梯 这个云梯有多高 相当于我们平时住的楼房的 11层楼高 一会儿啊 他们就将从最高处 将这个西瓜抛下 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小朋友 有头会保护 西瓜不会摔来嘛 西瓜没事 估计会砸碎石头 那我就可以吃西瓜了 会砸出血 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肯定是粉身碎骨的 三 二 一 抛 一 一 二 一 二 四 二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当我走近的时候发现 不但西瓜碎了 连保护它的这样一个安全帽 也已经全部都碎了 刚刚我们之所以用西瓜套上安全帽来做实验 主要就是为了模拟高空坠落中头部着地的情况 因为在儿童高空坠落当中 很大比例都是伤到了头部 小孩年龄越小 虚干发育就越有限 头部占了很大的比重 摔下去的时候更容易头部先着地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即便是戴了安全帽也不能幸免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各位家长了 一定要去您孩子平时玩的地方多看一看 了解一下 给您的孩子多灌输一些安全意识 您的关心才是对您孩子最大的保障 妈妈 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운데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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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果公 果公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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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9日 江苏省昆山市 一个被锁在家中的四岁女童 爬上了自家阳台玩耍 无声跌落 幸好抓住了护兰身体悬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女童的体力越来越不支 幸好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才得以获救 2016年3月8日 广东省东莞市 一名男童独自在五楼阳台上玩耍 随后他站在凳子上 翻越了护栏 直接掉了下来 索性被小区居民用棉被接住 中小学生因高空坠落 造成死亡事故 之所以集中发生在 家长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情况下 主要是因为家长们思想麻痹 或者抱着矫情心理 一时疏忽 或者高估了孩子的能力 而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但是中小学生们 普遍有着不俗的行动力 他们会搬个椅子 趴在窗口观望 稍不留神 就会出现意外 家们的小朋友 繁琐在家中的时候 他们都会干什么呢 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 求证记者拍摄的监控调查 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在长长某角区内 对有儿童的六个家庭 进行的一项调查 首先我们在每个家庭 安装好隐藏式摄像头 然后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家长出门 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位小朋友走到了阳台上 玩起了玩具 我们听到现在楼下 不断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诶 它又干嘛 这位小朋友竟然踩着凳子 将身体伸出窗外 向楼下推起了手中的小喇叭 太危险了 赶紧制止 天呐 它竟然在爬护栏 它们家的护栏竟然是横向的 它飞快地爬了上去 把身体伸出了窗外 危险 天呐 这位小朋友竟然自己搬了板凳到窗边 踩着板凳 打开了窗户 边击脚 往楼下看去 它是找妈妈吗 危险 在短短的十分钟内 六位孩子中竟有三个出现了不同情况的爬窗情况 证明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一确存在坠楼隐患 看似安全的家中实则隐患重重 在中小学生高空坠落事件中 孩子爬窗坠落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缝隙过大的隐形防护网 二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窗户 且下面安装了一排横向护栏 三是窗边堆放杂物和板凳 四是年旧生锈的防盗窗 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在场的家长 一起到现场来试一试 来考察一下看看这些因素 是不是会导致儿童坠楼事故的发生 这是一个两米高的实验平台 上面摆放着我们从现实生活中 收集而来的四种儿童爬窗存在的隐患设施 再会儿我们的四位家长将佩戴好 全套的安全护具 然后模拟孩子们爬窗的危险行为 看看会发生些什么吧 这是我们从一户居民家中收集而来的隐形护网 大家可以看到由于使用时间过长 钢丝绳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变形 那么如果此时来攀爬这个防护网 会发生些什么呢 一号家长很轻松地就将隐形防护网撑开 很快 他的半个身子就钻出了窗外 哇 现在整个人都已经钻到了窗户外面 一个没抓稳 家长直接就摔倒了下去 所谓的隐形防护网就是由一根根细钢丝绳组成 每根钢丝绳间距6厘米 但是由于钢丝弹性较好 使用过久又容易松动 所以只要稍微用力 钢丝绳之间的距离就会成倍变大 从而失去保护功能 让孩子们能轻松地将身体探出窗外 我稍微用力气就能把这个隐形窗户给搬开 然后也尝试过钻出去 在我这种身形也能钻出去 所以小朋友也很容易钻出去 在我们之前的调查中 我们就发现 有的居民家中安装的是这种横向护栏 这种护栏的隐患又是什么呢 二号家长脚踩着横向护栏 轻而易举地爬上了窗户 他想捡起窗外的玩具车 哎呀 够不着 还是够不着 天哪 家长直接从窗户就搬了出去 横向护栏高度1.1米 由于护栏是横向的 所以极易攀爬 儿童一旦爬到护栏顶部 加上窗户没有安装防护措施 就很容易使人重心不稳 掉出窗外 今天来体验这个过程之前 我没有觉得这个横向护栏 有多么危险 但是当我自己去爬之后 真的就是三步两步 我整个身体的重心 就已经全部到窗户外面去了 像我在现在三年级 本来就是一个很耗动的时期 安全意识也不是很强 那我估计他要是去爬的话 一下就整个身体就肯定一下就栽过去了 在窗边堆放杂物或摆放椅子 是很多家庭都会有的习惯 那么这种习惯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我们的三号家长直接站在了小板增上 可以明显地看到 窗户的边缘和家长的肚子 几乎位于同一水平线 当他垫起脚尖 伸手触摸窗外的护栏时 整个人瞬间就摔了出去 窗口护栏高度1.1米 板凳高度0.5米 而中小学生普遍最低身高都达到了1.4米 一旦站在杂物上 护栏的高度就不足以对孩子起到保护作用 我们家窗边也放有一些小板增和一些杂物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做完这个实验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一化 回去之后我就会处理掉 眼前的这个防盗窗 是我们从一户居民家中拆除的 使用了新年的防护窗 看看这绣迹斑斑的窗体 如果儿童爬了上去 在上面踩踏会发生什么呢 出于安全考虑 4号家长呢 先是试着摇晃了深锈的防护栏 看它是否牢固 天呐 摇晃的过程当中 防护栏直接就砸到了地上 铁制防护窗使用期限为7年 在超年线使用和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情况下 就会严重生锈 一旦受到重力 就极易可能发生断裂脱落 以前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爬到这个窗户上面去玩 从这次试验之后 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呢 儿童坠楼的这种现象呢 一方面呢 就是儿童的安全的意识 另一方面就是父母的安全意识 当然了 还有就是家庭环境 栏杆 以及这个窗户的这种安全设施的问题 有50%的这个坠楼的事 我都是发生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 一方面它的运动方面能力呢 都已经完全具有了 跑跳要爬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了 另外一个就是好奇 爱魔法 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里面窗户可能靠近桌子 或者靠近它的床 而窗户呢 如果没有防护措施 然后就可能会出问题 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用心 爱护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就要从安全开始 给孩子装一个心灵的防护网 安全的防护网 在我们这一期关于预防青少年儿童 高空坠落危险安全教育特别节目当中呢 我们除了希望给全国中小学生 土极和教育高空坠落的危险问题 希望他们不去一些危险的地方玩 其实啊 我们更希望呼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可以重视孩子的安全教育问题 不要将您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平时呢 要向您的孩子多灌输安全意识 在孩子们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多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 一个方法就可以帮助到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排的家长已经站起来了 那最后一排的小朋友也站起来了 现在我希望第一排的家长蹲下来 蹲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以孩子的视角来看看周围的环境 笔画的位置正是他们自己孩子的胸口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里画出的一条线 叫做隐形安全线 那么让小朋友记住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如果遇到的窗户或者是护栏 没有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 就千万不要将自己的身体探出去 否则就会有危险发生 我相信通过家长和孩子们的努力 我们一定可以将青少年儿童 高空坠落风险降到最低值 觉得很有震撼力 这里的工程非常的庞大 我觉得非常的好 又获得了很多知识 非常好的知识 非常非常好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震撼力 并且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以后再也不能在家里乱爬天台 乱爬窗户 不然后果很严重 不敢再爬到最高处 往下面看 然后不要把头伸到窗外去 我们家暂时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担忧的 而且今天通过这些实验 能让他们亲身实际的去感觉到 从高空坠下来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以后就叮嘱孩子 以后不要去攀爬护廊啊 然后不要到天台去攀爬 然后警方这个坠落事故的发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